俄罗斯总统普丁最近似乎也开始大打反贪腐牌 那么俄国昨天宣布国防部的副部长伊凡诺夫 已经因为收贿被捕了 那么这也是乌俄开战之以来 俄国所爆发最高层级的贪污案 路透社指出伊凡诺夫涉嫌收受100万卢布 就是大概1万多美元的汇款 如果被定罪最高可能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俄国官方并没有透露他收受哪个单位的贿赂 那么已故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基金会曾经指出 乌克兰东部城市马利波被俄军占领之后 就是由伊凡诺夫主导重建 并且指控这个人从中大捞油水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